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个故事 是由普普兰花的 汇本馆和皮卡书屋 共同推荐的 来自宫西达野的 我是霸王龙 这是由杨文翻译 很久以前 在一个悬崖顶上 住着翼龙爸爸和翼龙妈妈 有一天啊 翼龙妈妈下了一个蛋 一天晚上 那个蛋咕噜咕噜的转了起来 可爱的翼龙宝宝出生了 爸爸和妈妈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很用心的抚养着宝宝 爸爸给宝宝喂了好多好多吃的东西 多吃一点 你要成为一只强壮的恐龙 妈妈抱着宝宝哄他睡觉 乖孩子 你要成为一只善良的恐龙 爸爸教他怎么飞行 你好好听着 拼命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踢打地面 乘着风就行了 只要你飞得高 就算遇到粗暴可怕的霸王龙 也用不着害怕 寒冷的下雨天里 妈妈用自己的翅膀护着宝宝 不管谁遇到困难 你都要帮助他 一龙宝宝噗噗噗噗噗的 一天天长大了 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大了 有一天晚上 爸爸看着睡着的儿子说 这孩子长这么大了 快要和我们分开了 你说他一个人能行吗 不要紧 这孩子已经长大了 可是他还不太会飞呢 那就要靠他自己了 听到爸爸这么说 妈妈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然后他俩一起飞上天空 这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夜晚 早晨 小一龙醒过来 哎 爸爸妈妈不见了 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是不是去找吃的东西了 可是 小一龙等啊等啊 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小一龙大声的喊叫 爸爸妈妈 他不断的叫啊叫啊 小一龙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 从悬崖底下 哈哈哈哈 啊 一头霸王龙 瞪着眼睛爬了上来 当他快够着小一龙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 轰隆隆 火山喷嚷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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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嚷的滚了下来 哐当 霸王龙摔到了地上 小翼龙走过去的时候 霸王龙正痛得嗷嗷嗷的叫呢 嗯 该怎么办呢 爸爸曾经说过 霸王龙是个粗暴可怕的家伙 过了一会儿 霸王龙一动不动了 这时候啊 小翼龙又想起妈妈曾经说过的 不管谁遇到困难 你都要帮助他 嗯 好吧 小翼龙把岩石一块一块地搬开了 他把岩石全部搬开 但是霸王龙还是一动不动 哎呀 他伤得好厉害呢 你要不要紧呢 小翼龙轻轻地问 就在这个时候 哎哟 身 身体动不了了 眼 眼睛也睁不开啊 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什么都看不见 霸王龙很伤心 原来他连眼睛都受伤了 小翼龙正想着 霸王龙突然用很可怕的声音问 谁 谁在那儿 小翼龙吓了一大跳 不由地说 我 我是霸王龙 和我一样的霸王龙 可是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细 那 那 那不是因为 大声说话对你的伤口不好吗 小翼龙想使出浑身的力气 扯着嗓子吼叫 小翼龙觉得受了伤的霸王龙好可怜 决定照顾他 下雨天 小翼龙用叶子盖住霸王龙 像妈妈曾经为他做的那样 温柔的 轻轻的 一片一片的 小翼龙还为霸王龙吃红果子 好吃吗 其实鱼更好吃 但我还不会飞到海边呢 不 不 我是说还不会跳到海边呢 霸王龙一声不响地听着 从这以后 小翼龙不断地把红果子嫌回来 为霸王龙 就像爸爸曾经为他做的那样 为好多好多 过了好几天 一天晚上 小翼龙抱着红果子回来的时候 看见霸王龙正瞪着眼睛 嘴里叼着鱼呢 是 它站起来了 眼睛也看得见了 小翼龙吓了一大跳 红果子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听到声音 霸王龙回过了头 回过头的霸王龙 叼着鱼蹦蹦蹦地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 小翼龙想起爸爸曾经说过 你好好听着 拼命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踢打地面 乘着风就行了 你飞得高 就算遇到粗暴可怕的霸王龙 也用不着害怕 小翼龙拼命地张开翅膀 乘着风就行了 小翼龙觉得风正拖着自己的翅膀 爸爸说得对 我在飞呢 飞得很高 我会飞了 乘着南风 小翼龙 小翼龙 扑龙扑龙地 越飞越高 霸王龙吼叫着 望着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的霸王龙 小翼龙想 霸王龙的伤好了 眼睛也能看见了 太好了 如果我真是头霸王龙 也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吧 再见 霸王龙 霸王龙不再追赶小翼龙 他朝着星空小声地说 我早就知道 你是翼龙 我特地捉来了 你最喜欢吃的鱼 我是想和你一起吃 然后看着你的脸说一声 谢谢 真的 谢谢你 霸王龙就这样 一直一直地 望着小翼龙 消失的地方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他们可以再次相遇 然后把他们想对对方说的话 说出来 啊 恭喜达也真的是太棒了 他的每一个有关霸王龙的故事 我都很喜欢 希望你也一样 宝宝加油 明天见